現在是7月28日香港時間下午5點直到45分的時間 現場是乾樂道西 靠近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後門的乾樂道西 看到已經有很多黑衣戴頭盔的示威者 在警方無許可之下自發遊行來到這個位置集結 今天的原定是警方批准的中環姐打花園的反送中集會 主要的訴求其實就是追究警方暗權 好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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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mittee 好幾 現場這個位置已經看到 示威者已經擔起了雨傘 與對面的防部警察的防線對峙 看到現在示威者的防線暫時 只有雨傘 就集結在港島太平洋酒店 降落到西這個位置 警方的防線距離有幾十米 警方就是防部隊的防線 看到他們也是匯避了長盾牌 而且已經有大批警車在附近佈防